大家好我是小花 話說上一次就出了一條淘寶的推介片 仍然都會有人問 Room tour呢? 很久很久之前的Room tour 自從那個出了之後 我就裝修過一次那麼大把 但到今天我其實對房子還未滿意的 誰知我突然間就收到一個淘寶 2999的challenge 就在淘寶那裡去塗一些東西回來 然後再進行這間房子的大改造 參賽的朋友總共有7位 3位台灣的朋友 4位香港的朋友 至於我們7位如果贏了的話 就很聽聞有一個超級的淘寶大獎 先說一說我究竟對自己的房子有什麼不滿意呢? 去片!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後面這裡就是一個衣櫃 那個衣櫃已經開始承受不了我的衣物的數量了 所以接下來這個衣櫃 我將會來一個大改造的 我是一個個鐵勾著 然後就整條鋼索在這裡 就可以掛上所有帽子了 對於一個收藏帽的人來說 除年累月之下 我的帽子的數量已經爆煲了 而且呢 因為那個櫃身比較高 假設如果你訂衣櫃的話 不是應該訂到淘寶的嗎? 但是那時候就沒有貼到那個天花 所以我也是看起來很不順眼的 而令到我最奧魯的就是我衣櫃這一邊 因為當初我衣櫃就是做了這麼闊就是這麼闊 我完全忘記了這個凹下去的位置 所以我就唯有放多一個櫃桶在這裡 然後上面這些位置 我覺得就簡直是浪費了 在床上面有兩個層架 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睡覺呢 如果上面有東西扎著呢 是不好的 而且我經常看到我的鏡頭 這樣擺 我都會心痛的 所以接下來我就看一下可不可以塗一個保溫箱 原來我房間隔著窗的這個角 是應該我躺在那個角的頭位 就是總之我的頭應該躺在那邊 他說是桃花位 而且老實說這張床是三千多元 是因為這裡其實是可以拉出來的 拉出來之後就可以做一張雙人床 但是問題就來了 我的桌子怎麼拉 反而我的桌子我沒有特別不滿意的 只不過是要收拾 而且我已經盡量收線了 但是呢 線越來越多 我又好硬眼啊 電腦下面呢 這個小箱子呢 是在無人買的 但是用來裝一些卡 我經常呢 洗完澡之後呢 我就會一下子就坐在這個位置 就塗護膚品 所以我的護膚品那些呢 就全部放在這裡 其實呢 我又應該要整個位置去安放好他們的 所以這個呢 也是要處理的問題來的 其實我的椅子呢 我想都要換了 Biru和Soczu都很喜歡這張椅子 我知道 你們很喜歡 但是是時候換一張新的給你們拿 哎呀 沒錯 這個呢 就是我暫時呢 我對我自己的房子 有些什麼不滿意的 但是我暫時又不滿意 就是我一張床 我的床褲真的 好軟 椅子啊 躺下就馬上讓我看見它 其實呢 這張椅子我很喜歡的 但我覺得呢 不適合我的房子 我想這個又不捨得送給人的 看看之後有什麼地方用到 可能遲些開多間指甲寶會用到呢 我現在要實施這個斷捨離 捐得就捐 所以接下來呢 你們可能會在instastory那裡 會看到我在說 有沒有人想要啊 免費送出啊 那些 這次的這個 Room tour before 是不是完全不同感覺呢 是不是 HOME FEEL一點呢 對不對 接下來將會有第二條片 而下一條呢 就是我的房間 改造完成之後的樣子 到時呢 都要你幫幫忙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話說呢 我是需要你們去投票 票數最多的就為之贏 至於下一條片 我再告訴大家 在哪裡投票啦 我現在正式接受這個挑戰 我現在開工淘寶 輕輕看一看 已經選了幾個Item來做大改造 已經選了這一盞燈 這盅 還有這個鏡頭的電子防潮箱 正所謂T貓淘寶裡面 真的什麼都由性格比高 最重要的是 可以找到很多香港都找不到的東西 又不用出街 好 讓我繼續選 提一提大家 如果大家現在去買的話 可以拿到紅包和優惠券 記住checkout之前要拿到 知道嗎 我繼續努力啦 我們下一條大改造見 啊啊啊啊啊啊啊